大家好,我是风哥 欢迎收看史丹利健身房事件 懒人包第二集 没想到昨天刚上完片 他们两个人又开直播烧起来了 那讲一些更新的资讯 首先是合约一年总共200万 在4月1日的时候 馆长先付了3月10日到6月10日的部分 就是50万给史丹利 那关于去了几次的部分 馆长也给了证明 总共是24次 从2021年11月10日第一次 到2022年4月3日最后一次 代表签约之后去了4次 不过后面史丹利也有 稍微问过丁特要不要去运动 但是被丁特吓到不敢去 是胖子跟慢性疾病的人 我还贴心问 两个人 所以胖子5月被我弄得很害怕 他怕自己确诊会怒起来 事后馆长应该是觉得 史丹利一直不去运动 还要继续复闲的话 不就很像盘子 所以在6月10日就先暂停了合约 那6月10日到上个月 馆长有问史丹利几次要不要继续运动 而史丹利就觉得合约已经暂停了 而且7月的时候团队有人事异动 很忙没有时间去 也承认自己懒惰 不过就算这样 他认为合约上面根本没有想要去健身房 所以他可以不去 而且签约之前发了5部工商影片 正常每次要30万 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馆长 并且12月22日一定把50万还给馆长 同时觉得馆长是双面人 昨晚才叫经纪人联络要和解 今天就开台继续喷 而馆长则是认为 合约上面写了年度代言人这5个字 就应该要去运动 然后对于史丹利说的每支影片30万 馆长则是说 馆长自己其实也很红 也有帮史丹利拍影片 而且网红之间互相拍片本来就不用收钱 而且让他去健身房 还有请教练也没收钱 这些在合约上面也没写不用钱 最后就把20万回给了史丹利 后面Toys开直播参战 首先表示自己是挺史丹利 我这边呢是挺二号玩家 史丹利 绝对挺到底 往实力挺 哪怕跟馆长成为绝世仇人 也分享了自己与馆长团队谈工商的经验 觉得自己被开的价码是被羞辱 认为可能是馆长的团队出了问题 甚至说馆长的经纪团队是垃圾 所以你别跟我说什么经纪人沟通有落差 如果经纪人这么垃圾 那就滚 对吗 开个五万垃圾架 拔拉架 那就滚 五万耶 IG发个文都五万了啦 五万耶 你们有听到吗 那个经纪人说话的时候有听到自己说话吗 他听不到 他绝对听不到 五万块 要做 这些事情 拍自己影片都几十万了 跟我说五万 他妈的我去摇饮料都比较好赚 什么小啊 真的不要说什么经纪人的问题 如果今天资讯有落差 经纪人没有沟通好 那也是团队的问题 如果你要开五万十万这个价格给我 那就干脆说 不要合作 我觉得你是个垃圾 我觉得心里都还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呢 你们的经纪团队 我讲直白一点 就是笨色 而且呼吁大家不要去沉寂思汗 不过在馆长看着他的时候突然话风一转 直接道歉 你真的认为我说沉寂思汗 不要去这几个字啊 相当的不满的话 我在这里 向你沉寂的道歉 馆长沉寂思汗的负责人 沉寂思汗先生 我郑重的跟你说声抱歉 所以呢 我希望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是谁先起的头 是你直播先把 我去找你拿三百万 还要你交这件事情 认为我是只开大口 同时也与史丹利通话 教了他一些公关操作 还有叫史丹利千万别把五十万还给馆长 因为这样馆长会很没面子 最好是放在TOYS的家 结果中途丁特打给史丹利说 他之前就是被这张嘴骗去炸赌 所以TOYS讲到后面开始谈起丁特的事 不过那只是题外话 之后馆长原本关掉了他 又再次打开回应TOYS 他觉得TOYS加码太高 所以没办法复 因为公司还有其他的考量 因为TOYS加码太高 我真的没办法复 我减掉不够多 因为我们有丁特的约 又有史丹利的约 又有很多约 我们外面其实放了非常多选手 签了非常多的合约 不过后面突然与TOYS通话 在直播中把之前的工商谈好 馆长要亲自训练TOYS 半年给TOYS一百五十万 一个礼拜要去四天 让他打包中培生 那事情大概就到这 整件事其实很简单 就是感情来看的话 馆长花了钱请健身房代言人 给你钱训练你 结果没有收下来 所以史丹利没有做好代言该做的事 那理性来看的话呢 就是合约上命令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史丹利也没有错 那有些人就说 我上一部影片翻车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还好 看你看问题的角度而已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拜